这个念头不能放下的话 念佛不能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你还想报仇 那你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东西要放下了 再大的怨恨都要放下 都不能放在心上 这不能不知道的 人家欠你再多的钱 也一笔勾销不要了 我们才能到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来借你 某人欠我多少钱 某人给我不愉快 我还要去报复他 阿弥陀佛就走了 你这一身的语言就断掉了 这是别人欠我们的 好办 容易 我欠别人的这个事情难办来 别人一定要逃回 那怎么办 我们跟冤亲债主 如何把这些账啊 把它清掉 这个相当不容易 那怎么样呢 学佛同修 修行 最基本的 早晚扩颂啊 早晚扩颂里面 都要把修学的功德 都要把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 过去 现前的 运行在主 诚心 诚意 再求三宝 加持 让他能够感动 真诚心 真诚心就有感应 我们这有感 他就有印 希望他也像我一样放弃了 他能放弃呢 他就不干扰你了 他不放弃呢 真有一类很执着的众生 他不肯放弃啊 如果我们真心求忏悔 真心 希望化解 我们以修学功德来补偿 他真想报复啊 也没机会了 为什么 这又互发神 互执